YA oln 發索排行榜之 光棍節 好像多了兩個E欸 1111 11月11號啊 1111 比 interviewed一號就圓 Dann了啦 沒錯,今天就是個特別節目這樣子 所以可以看到我們用高規格來製作這次的特輯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人在這一天會覺得寂寞 覺得冷 覺得空虛 難耐 所以說就要推薦好歌給大家聽 覺得難耐的話就穿上羽絨衣吧 我知道好像有點太熱了 燈光好強 好的好的 所以呢就是今天我們非常特別安排了很多 非常有趣的談話內容 還有TIS發售榜的最新排行都要告訴我們 沒錯 而且呢就是很多人不知道 欸 1111 對 這光棍節到底是怎麼來的 我們先請到一位百科全書 叮叮 總而言之呢這一個是某個知名網站他想打造出來的購物節 但是沒想到到最後就變成說大家都共襄盛舉 包括我身邊的這一位他簡直是他已經期待明天 應該是說在播出的時候他就是已經等不及要買到手軟了 對 其實我原本也覺得 不過就是那個商人打造出來的噱頭嘛 結果就覺得天啊好多東西的特價好像很棒啊 這是為了單身的朋友而設的 沒錯沒錯所以不管就是你是不是單身呢 這一天總而言之我們每一天都要當成最後一天再過 要好好充實自己人生 怎麼突然走到這麼感人肺腑的一個結尾 聽Kiss Radio 看Kiss Radio 還有Shopping就對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就是要來邀請到今天有兩位特別來賓 沒錯 因為他們就是一聽到說什麼 又來了 光棍姐的特質 對 他們就忍不住要跟大家分享 但是有多棒告訴你 所以呢不要再忘自菲薄或者自怨自哀 一切都是很美好的 但是很棒的 好 我們現在呢要怎麼樣歡迎他們出場啊 首先要幫他猜猜他們到底在哪裡 對啊 好 三 二 一 先從 好 讓我們確定歡迎DJ小王 還有一位 DJ DJ 樹不不洋三間水DJ楊春 耶 好棒 帥氣登場 這個出場好特別 而且你們都來跟他隱形的剛剛好耶 是的 我在這裡也就是有瘦子能夠做到的事 沒錯 兩位就辛苦了 我剛剛就想說歐巴你要講快一點 要不然的話他們腳會麻掉 沒錯 我滷好久喔 是的 我們今天就是四個人 一一一一一齊聚聚一堂 就是要告訴你 單身棒透了 我告訴你 好 直接把他來講 直接把他來講 首先就是你根本不用擔心 你有很多時間可以跟你的家人朋友培養感情 我告訴你們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見色萬格的人 所以我以前交男朋友的時候 我媽媽還打電話來給我說 你還記得你有我這個媽媽嗎 所以大家 你現在單身的話很棒 你可以跟家人朋友好好珍惜相處的時光 沒錯 我們是家人 我們是家人 換你講換你講 單身有多棒呢 但是呢 好處對我來講 就是真的可以省下很多的花費 所以你就是可以 也知道我是一個比較不拘小潔的人 什麼這個東西限量 我必買 花號 花錢如願 後來就會 哎呦 proton 髒 После隔豹 我現在已經快把這個封號交接給她了 等一下就收斂很多 等一下就能吃 所以說 부드�idity帶感情 würden 那是比較容易提出的類型 然後我就覺得 天呀 天氣冷了 這個圍巾要送給他 或者是天啊這個 羽絨外套買個不同顏色的買一件好了 怕他會冷 就這盒一樣的不知道為什麼 你還是單身好了 對 我還是單身好了 保護我自己好了 沒錯 那DJ楊說你呢 我覺得單身的好處呢就是 真的可以說走就走 就是你真的可以 說走就走 對 說走就走 就是你可以 你想辦法你去哪裡的時候 你就可以不用顧慮到 真的需要兩個人 時間拿卡來卡去 對啊 你到底在哪 可是什麼 不是因為最近其實我身體不是很好 但是我又考慮到另外一個點是 這時候沒有人照顧你怎麼辦 快報警他 你又不能到我家 你可以到我家睡啊 我就照顧你 OK OK 這樣不好啊 成何體統啊 對 我就有好有壞了 對啊 不是要講好處的嗎 對啊 我剛剛講一個好處啊 剛剛我講了一個壞處 這腳本在這裡都沒看到嗎 換小米 好 小米 我叫你說小米 咀嚼 單身就可以買自己想要穿的衣服 穿夠啊 就不會有人不管 沒有 是真的 這個我覺得海 可能是有些男生 占有欲比較強 就會覺得 你怎麼可以露你的大腿呢 或是你怎麼可以穿這個衣服 我不喜歡你的衣服 比如說你這樣 我剛剛以為他是要買情女衣之類的 我穿我喜歡這個衣服 我做我自己單身很棒 結果不是單身的時候就要這樣子 對對 要這樣子 要包到脖子這邊 對 要包到這邊 要包到脖子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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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呦喂啊 超好 可是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這樣不同類型的人呢 就是如果說要脫離單身 其實呢我們今天從小米的身上 可以看到一些玄機唷 脫離單身 沒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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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什麼 為什麼是皮肩嗎 對 我要精裝人也要一裝 是是是是 小米今天為大家示範 如何就是脫離單身的最好裝扮 對對對 而且呢就是讓人知道很低調的厲害 真的假的啊 對低調但是又能吸引你 怎麼覺得他眼睛一亮 你不要下定版了嗎 怎麼要教大家吧 對不對 表面上看起來是個凌家女才 沒舒服的時候 哇 是不是性感笑成一樣 若隱若現的感覺 沒有這麼美 我想說奇怪幾個披風 那我想說我試試看 哎哎馬哥覺得怎麼樣 對它後面是樓空眉色的部分 要一些小巧思 對對 男生有 或者是你的女生的暧昧 對上有想像的空間 對對對 像這個也有吧 對啊 這個有嗎 透膚色的 就是秀出那個手臂有沒有 對 對 像我今天 哈哈哈哈 嗨 我可以保護你 他不保護我 哎 你跟他這樣子 上下起手 糾正他 好好 所以總而言之呢 一一一一是 雖然說有人說是突然冠節啊 單身節 可是不管說你到底有沒有辦 Kiss Royale都永遠去辦 在你身邊 是的 我告訴你一一一一一 來來來來 我告訴你比較大隻的那一隻 好的一一一一 而且我們今天發燒排行榜 也有一張專輯 新進榜的要介紹給大家 對 而且這位就是 DJ先生呢 剛訪問過這組團體 然後他有很多新的 跟大家分享 他叫做Assa 是兩個女生 專輯秀一下好了 其實小米 小米當天也有跟我們一起 我先讓小米來分享一下 這是高招啊 對 這個高招 這個高招 沒有啦 因為一個叫做 一個叫做凱樂 然後另外一個叫做美 對 那凱樂的話 因為很多人聽到他的名字 就會想說 就登了 就登了 那個凱樂不是個東西 不一樣不一樣 因為那時候他去到了那個 娛樂百分百的時候 然後那凱樂就說 欸你怎麼可以學我名字什麼 但他本名真的叫凱樂 所以應該是 你知道胡提姐姐可能是 跟他就是 哈哈 胡提姐姐可能是 因為其實他們的聲音啊 就是很有傳統性 你也知道每個原住民 他們的歌詞 好像就從內心 就唱出來的感覺 他們的肺感覺都很大 對 所以就是 很power 再加上這些歌詞啊 就是找了一些老師 一起合作的話 他們那些歌詞 歌曲都還滿 讓你有幸福感 就是很溫暖 很正面這樣子 因為這張專輯 也不是那種就是 欸有啦 有一首歌叫高山清 哈哈 真的是很原住人 好也很我 就是彥晴啊 對 可是其他歌曲呢 是沒有那麼有power的感覺的 所以可以去聽看看 所以就是他們的 就是現場也是非常的棒 然後他們的歌聲 也是非常舒服 就有穿透力 你一聽就覺得 他懂 他懂 你就切心情 不能欣賞 是的 幸福眷顧 敬禹 換小米好了 你再講幾句話好了 耶 哈哈哈 他說在剪標好了 沒有他那天忙著在照顧我 因為我覺得我身體狀況 不是很好 最近就是 DJ杨淳他身體微�漾 他常常就 肚子會不太舒服 對我已經瘦了六公斤了 這鏡頭有顯瘦嗎 有嗎 你要用鏡頭盔打我啊 你的比我的一半了吧 有啊 真的 好 那接下來還有另外一張專輯 也是要鼓勵所有的光棍們的 沒錯 這是我們榜上的No.1 人生要漂亮 安心雅 因為安心雅她也是重新回歸 然後帶來全新的面貌 而且是給大家很多正面的力量的 而且她之前走過低潮的時候 所以她就是想要告訴所有的女生們 也是所有的單身朋友們 反正不管怎麼樣 幸福可能還在遠方 但是你在這邊等久了 她總是會來吧 對 所以 比起外表最重要的是 你的人生要活得像自己做自己 然後要漂亮 所以她裡面的歌曲也是風格很多 有什麼動力之一 她說什麼 她說西亞 對 她裡面的歌曲也是很多元很風格 有那種就是很動感的 然後也有那種很舒適的 很爵士的舞曲什麼都有 抽食自己 沒錯 沒錯 所以大家也可以聽到完全不一樣安心啊 而且真的越來越漂亮 真的 而且她也是很多光棍們的 男光棍們的女神 沒錯 沒錯 說到那個光棍姐 有想要相處 相處或是一起過節的對象嗎 有 就是你們 在這裡不這麼講話會被殺掉的 會被拔剪掉 大家剛剛眼神超自熱的看著她有沒有 對啊 那小米呢 小米有沒有想要就是一起過節的對象 明星也可以 哎呀你又過了啦 又過了啦 好了好了要講認真的男神 也就是我們演藝圈裡面有什麼男神的特別的心 彭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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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經把火要燒起來了 對 對 對 我讀書很強 好好好 好好好 冷靜下來 那我還要為你冷靜 好好好 那你呢 當然是金城武啊 我就是永遠的男神 我就是如一都是等等 Coc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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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神奇多不多見世界我愛她十幾年 金城武要在看嗎 用沉默來回答她是最棒的 好的 話題拉回到彭予彈的身上好了 彭予彈呢她怎麼樣呢 而且因為彭予彈你知道她這幾年呢 讓我覺得很著迷的是她原本就是奶油小生的感覺 可是這幾年不管是那種打拳還是騎腳踏車 可以幫我騎腳踏車嗎 霍峰 太難了吧 考驗你的技術 放瀑峰的海報就好了 對 對 放在我這裡 拜託 我這裡 讓我離我近一點 大家不要吵見 我要幫你們隔開了 對 然後讓我覺得說 哇她現在越來越有男人味 而且她的生產力都好棒喔 對 你知道她已經從那種偶像 然後掌形成演技派 而且我覺得很多劇名可能後見到時候 她其實之前有出過專程 變色了嗎 有啊 她轉到夏天火都不 沒錯沒錯 就是沒辦法嘛 我們是DJ 但是要提醒大家你知道嗎 只要訂閱我們KissRadio的官方 點書粉絲團 還有KissRadioYouTube頻道 每次講這種廣告 對啊我不想說 KissRadio999 KissRadio999 就看到彭妮眼當年熱唱的表演 而且她感覺當初很青澀的樣子 現在對照起來 真的覺得蠻有趣的 我剛剛去偷看一下那個畫面 她穿背心 手被露出來很爽 那時候就很壯了 對就是你知道 到現在看一人是幾個 好的好的 光棍姐看了 對 不管是男生女生到底 反正不管是怎麼樣 光棍姐 哈哈哈哈哈哈 滾到我的腿 滾到你的腿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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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最近也很想跟就是那個 我很著迷的補寶劍 一起過光棍姐 欸好啦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還沒講 那我們三個一起好了 好吧好吧 我想跟杜鞭姊們一起過 OK 感覺很開心 好啦我們就先這樣子吧 因為我們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要畫圈圈了 我們要讓大家看那個花絮了 好的 直接看彭妤好不好 記得點選囉 沒錯 check it out 對 我們會節拍啦 欸那個是舞 你有幾個人 而且過啊你 哈哈哈哈 我反反復復 這也獨處 我反反復復 這也獨處 這也獨處 找不到你的 找不到你的 我反反復復